自从巴林 沙特 埃及 阿联酋等七个国家宣布与卡塔尔断交 并且叫停了与卡塔尔的物资交易之后 卡塔尔国内的物资供应是否足够就成为了外界非常关注的焦点 卡塔尔政府的官员在昨天表示 卡塔尔已经向伊朗和土耳其求援 谋求食品等物资供应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昨天在会前到访的伊朗外长扎里夫时再次表态 愿为解决地区危机提供帮助 伊朗方面则表示 已经做好出口食品的准备 输送食品的货船可在12小时内抵达卡塔尔 截至目前这场近年来最严重的中东外交危机仍在发酵 昨天阿联酋外交事务国务部长继续强硬表态 称如果卡塔尔不停止对恐怖主义的支持 阿联酋将继续联合海湾国家孤立卡塔尔 同日正在德国访问的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表示 海湾国家有能力 自己解决于卡塔尔的外交危机 不需要外部势力的介入 有舆论认为直接引发此次断交风波的导火索 使卡塔尔埃米尔塔比姆 上月下旬一次有关与伊朗缓和关系的讲话 该讲话曝光后 卡塔尔政府坚称想话内容是黑客伪造的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则将黑客的矛头 折向了俄罗斯 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昨天发声驳斥 东方位是编辑报道 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